好 同学们 总算到了咱们最后的全真模拟期段了 模拟题是这样的 先下载做一下 然后题其实挺大的 下载做完了再来听老师讲 老师基本上不会过太多的东西 就简单的过一点 主要是讲解 还有一些你可能有一些题不会做 那么难度上其实都差不多 模拟题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就是只要是你没做过 那这张卷对于你来说就是新的 对吧 所以说一套模拟卷 如果能够让一个人感觉到说 这道题很有画面式的感觉 就可以了 就很有画面式的感觉就行 然后也就是让它模拟一下 感觉的感觉 它的难度 提醒 做推广码等等 大家注意 扣分可能会扣得很厉害 尤其最后 好 我们先来看 第一部分 前空题 每题十分八个题 总共每题十分八个题 只要把答案写横行上就行 看题一个 一出二 如果是你学过 基本上就是迅速就做了 特别快就做了 如果没学过 那这个就完蛋了 没学过就完蛋了 这个 怎么个做法呢 其实是个整数列项 把上面的 就是实际上是公式 把上面的这个数 全部变成 下面最后一个数 减一 就是一会变成二减一 二会变成三减一 三会变成四减一 这种会变成九减一 然后你可能 那倒是叫啥用 来看看啊 如果会变成二分之一的话 写成二分之二减一 它实际上是二的阶乘 分之二减一 对吧 就变成了 一减去二的阶乘分之一 对吧 这个 二乘三分之三减一 会变成三的阶乘分之三减一 会变成二的阶乘分之一 减去三的阶乘分之一 对吧 你把它和它加一起 二的阶乘分之一 不就没了吗 然后是不是所有都这样 那看这个 这个 它可以写成 九的阶乘分之九减一 那就是九的阶乘分之九 这个老师 把中间那一部的化解 稍微的带一下 减去九的阶乘分之一 那就变成了八的阶乘分之一 减去九的阶乘分之一 那也就是说 所有的都会这样 对吧 所有的十的都会这样 那就最后只剩下 一减去十的阶乘分之一 只剩下这个了 对吧 那么 典型的阶乘是分数列项 变成这个 结果就是它 那这个问题 如果你把这个东西算出来 就是你把这个算出来 用一减了 写了个答案 算对不算对 这个 不好说 就是可能性是60%有可能算对 60%有可能算对 但是如果这题 比方说几个例子 这题如果出到20 你把20算出来 我估计你算错的可能性 几乎是80% 对吧 你算错有80% 你算对了 写在上面被判错的可能性 也有80% 你把握着 到底哪些题用算 哪些就不用算 只要再结成这样 就不用算了 好 如果是算成这样 就是刚才说的 把这个写上 刚才说60% 就是还是有可能能跟你判对的 但是最好就写成这样放着 或者写成1减去 最好写成1减去 10的结成分之1 往这一放 就不管了 再结成的话 只要是稍微大一点 比如说10的结成以上 就写的放来就行 他们不会判你错的 就要再结成1减去 这样子就要再结成2减去 就要再结成1减去 就要再结成2减去